集团业务行盖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全球开放产品平台、互联网金融四大板块。 产品范围覆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方地产基金、公募基金、内固定授益等全市场。 包含人民币、美元两条产品线,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权委托、资产配置、高端教育、高端导写、融资租赁等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有数据称,新经济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市值前市的传统经济。 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的冲击,有多可怕? 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华兴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合伙人杜永波先生。 曾在诺亚财富一场领军者峰会上说,新经济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市值前市的传统经济,新经济3.4万亿,传统经济2.89万亿。 新经济企业的成长速度多么惊人,有人把中国传统经济前市企业和新经济的前市企业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对比。 这个市值十大的传统经济企业代表,都是一些什么行业?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其实都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拥有着很多国家战略资源倾斜,甚至占有垄断性地位的企业。 而新经济企业的代表,腾学的市值是300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工商银行。 他们的成立时间更短,滴滴是2012年成立,到现在不过五年时间,他的市值已经接近500亿美金了。 十年前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想到,五年前他们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个成绩。 什么是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 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新经济是信息化带来的经济文化成果。 新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质自、高增长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大战后,罕见的持续性的高速度增长。 在信息技术部门的带领下,美国自1991年4月份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达到了4%, 而失业率却从6%降到了4%,通胀率也在不断下降。 如果食品和能源不计在内的话,美国1999年的消费品通胀率只有1.9%,增幅为34年来的最小值。 这种经济现象就被人们表述为新经济。 美国商业中刊1996年底的一篇文章认为, 美国目前这种新经济, 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 新经济的特性主要有三点。 首先,企业越来越注重,将价值从有形资产转移到无形资产上。 企业扩张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与旧经济时代相比, 更加注重对无形资产的利用和控制, 同时也更加关注无形资产所带来的价值。 其次,价值从提供产品的企业转移到不仅提供产品, 同时提供低价且高度个性化产品的企业, 或者能够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企业。 最后,企业可以方便地通过数据管理来降低成本。 这也是新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性。 新经济的八大方向, 新经济新闻明将突破人们所掌握的知识极限和既往规律, 以超乎人们想象的方式展开, 在新经济驱动下, 人类社会的加速度, 在21世纪上半叶正在以爆炸的方式体现出来。 有分析人士指出, 把握住新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是掘取下一波经济发展红利的前提, 从未来发展去试看, 新经济未来重点在以下八大方向。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真谛, 就是以机器人。 3D打印为核心的数字化技术, 格式化传统的生产、 制造、服务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都将在此过程中, 逐渐被彻底颠覆。 工业4.0的特征就是数字化、 绿色化、智能化。 二、第三次IT革命、物联网、 IT设备革命。 第三次IT革命是信息从虚拟世界向物理世界的延伸。 信息化继续推进, 就是要在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架起桥梁, 使得人与人之间超越时空的信息交流扩展到物体, 也即形成一个包裹人与物在内的四通八达的物联网, 实现一物一二帝, 一网一世界, 让物体无口也能演。 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互相感知。 显然, 这个跨越离开IT设备、 物联网设备的革命, 将是无法之末。 三、 体验经济, 这背后的逻辑就在于, 当商品、服务走到巅峰, 超越物质的精神、 感觉、 情绪需求, 就自然成为消费的主心股。 正所谓体验的快乐大于商品本身, 消遣的快乐大于装饰品本身, 工作的快乐大于拥有财富本身, 城市所以缘起的功能, 即交易功能被挤得退而至其次, 消费、 娱乐、 享受越胜为城市的核心功能, 甚至成为决定城市新衰的关键。 四、 生物经济, 五、 生命经济, 六、 新材料革命, 科学家将以人工智能预测材料组合的性质, 有地方时的设计, 构建和塑造各种超乎想象的新材料, 或让衣服可以倒电, 或让太阳能利用效率, 是现在的尖杯以上, 甚至新生物材料几乎能以假乱真, 新材料改造的不是企业, 而是整个行业, 颠覆的不是生产经营, 而是整个商业模式, 从石油的工业经济到归的信息时代, 新材料的发现都让人类突破源有限制, 引发奔营发展的临门飞跃, 到如今, 我们再次处于材料科学革命的边缘。 七、 第六产业, 所谓第六产业, 就是通过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 即不仅种植农作物第一产业, 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 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第三产业, 以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 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开辟光明前景。 八、 体育产业, 体育产业是未来三大赚钱行业汉娱乐, 旅游之一,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46号, 将体育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 首次将体育定位于拉动类需和经济转型升级的特殊产业, 并赋予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 提出2025年产业规模达到5万亿元, 预示着中国体育将从行政化向市场化、产业化转化, 必将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 预新互联老教练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